叙利亚战争至今已经打了七年,如今战场的局势相对几年前,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 作为叙利亚战争中,反对派武装的幕后支持者,美国方面也开始怀疑自己能否实现在叙利亚的目标了,已经由美国的国内观察员发出爱叹,即美国在叙利亚已经完全失败,应该停止对叙利亚军事干预。 去环球网10月16日,原以美国国家利益网站消息报道,从叙利亚回来的美国观察员到格,班多表示,埃萨的政府已经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,美国在叙利亚实际上已经失败。 班多在叙利亚看到,目前叙利亚的整个精英阶层,都住在首都大马士革,这里到处都是政府机构和安全力量,几乎每条街道都能看到阿萨的总统的画像,是民多对未来充满乐观。 他指出美国应该停止以叙利亚政府为敌,要立即停止对叙利亚政府的军事干涉。 他总结道,特朗普政府应当终结美国的中东特运,阿萨的赢了,而华盛顿输了。 这位记者发出的声音,可以认作是叙利亚战场局势,发生改变之后,美国国内要求放弃目前叙利亚政策的代表。 在2014年,叙利亚政府一度被打得毫无要价之力,反对派已经濒临大马士革郊区,但是,在普京果断的军事介入之后,西方所守不及的看着自己复制起来的反对派武装被打得一亏千里,普京果断的手腕拯救了叙利亚局势。 至今阿萨的政府掌握了80%以上的土地和人口,但对派武装微缩异于,形势确实如美国记者所说,阿萨的政府掌控绝对的主动权,不会再受到任何威胁。 在这种情况下,如果美国政府想翻盘,那么就必须投入大量的军事力量,尤其是地面力量进入叙利亚战场。 但是,叙利亚紧邻领俄罗斯和伊朗,这两方都可以对叙利亚提供直接的支持,而美国的经济刚有复苏的迹象,并不允许支撑一场大规模的地面战斗。 因此,特朗普选择这个选项的代价太大,可能性很小,但如果仅仅是维持现在的美国空军在叙利亚的活动,却不派出地面部队的话,战场上的局势仍然是牢牢的掌控在俄罗斯叙利亚手里。 正是对这样的情况有充分了解,美国国内才会出现,美国彻底撤出叙利亚的呼声,因为叙利亚并非美国的核心利益, 而是俄罗斯的核心利益,美国在此地的军事干预并不能挖到更多好处,仅仅是耗费自己的资源罢了。 在战场胜利无望的情况下,自然美国国内这种反对,继续存在于叙利亚的声音,会越来越响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